外於彰化縣西州鄉的成功旅社農用書店 因為日據時期建築的成功旅社 50年代英台唐總公司牽制西州 曾經繁華一時 卻也隨著唐廠牽出而沒落 而今我愛西州團隊賦予了他新的生命 像我自己是當藝術家進來嘛 當時候 那另外一個夥伴他是因為剛好 就是辭匯他就剛好畢業了 然後他其實是想要做一線的工作 而他就是在台灣農村陣線裡面就認識英明 所以他就有機會進來這樣 我愛西州是一個跨公所跨民間的團體 團隊中包含各式各樣特質的人 擁有成功旅社這個據點後 我愛西州也開始思考 能為這塊土地再多做點什麼 在這個過程裡面可能有稍微意識到一些事情 然後覺得說 這是西州鄉它其實可以發展的一個主軸 所以確定的是農鄉嘛 農鄉的經營 第二個確定的是說 我們要朝向的是友善的方式在經營這個農鄉 2013年 我愛西州開始採用契約合作的方式 整理西州上水友善農業平台 讓農民參與有機耕作 目前已有16位農民為固定合作對象 產商方式除了網路經營外 企業任養更幫助農民能夠安心耕作 就參考等國的機制 就是德國生態補貼的方式 我們採用的是對地給付 就是針對你這塊地 你這塊地面積有多少面積 比如說我們就多少面積就是乘以多少錢給你 那他就會覺得說 今天我至少不管收成是500斤 或是1200斤 我都可以收到這樣的費用 那或許我在操作上 我也不用擔心說 我因為友善耕作 然後就是導致他的產量降低 然後他就收錢就收的比較少 其實不會 他反而是收的錢都是一樣的 除了賣農業用書之外 書店更是一個空間一個媒介 提供農地資訊也鼓勵青年返鄉務農 如果你真的要從事農業的話 很多知識跟東西 並不是從書本裡面得來的 其實透過很多經驗跟一些 實際操作經驗的人取經 那是比較重要的 在2017年的年度計畫中 我愛西州團隊希望 經營居住空間的拓點 讓來西州的人 可以做長時間的居留 深入了解這塊上水的土地 那麼高华 我們去幫忙